母CausePEM 哈囉!大家好,我是凡希 我是凡希 ひと美穌 很高興這次可以受邀,參加 八 тип達志202、一個們的活動 那我們就是安慧來分享我們,在疫情期間 大家都在幹嘛 你常在家了地 rev ância 但我好像 什麼也沒做 有啊,就是 就是基本的睡覺 然後吃飯 基本的睡覺 對 我平常也沒有什麼 像你不是都說你會在家 因為要減肥 所以你就會一直運動嗎 對 我會做一些運動 因為我覺得 以前在家好像可以 有更多的時間 去讓自己的身體更健康 對 那睡覺我覺得 好像又有更多的時間去 可以睡 對 然後去調整自己的身體 是這樣嗎 我怎麼覺得好像越睡越久 但疫情過去以後 我們就睡習慣 但我覺得我在 我疫情反而在家就是 瘋狂的打掃 就是那個 平常不會碰到的地方 反而就是把它挖出來清乾淨 這樣 好像也是一件好事啊 然後就會很買一大堆那種收納 收納箱啊什麼的 然後把它弄乾淨 好像因為這是疫情 我們家要比 疫情乾淨了很多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 雖然疫情是 就是讓很多人改變 就是不一樣的改變 但我覺得 這可以從中間形式很多事情 對 那 我們也從中變得更好 更認識自己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 疫情期間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來介紹一下我的收納術 在疫情期間買了 很多的鞋櫃 自由也被我推坑 然後我們也一起買了鞋櫃 然後把它收得很整齊 跟室友的媽咪玩 Pico 他叫Pico 是一隻貓 這是我睡覺的地方 然後 每天晚上就會習慣就是 看一下書這樣子 對 那 沒有靈感的時候也會看一些書 對 那 因為睡的是雙人床 所以旁邊有空位 就可以放一些我之前在成品 買了很多書都還沒看 對 這些 再介紹一下我最近在閱讀的書籍 那我最近在閱讀的是這一本 我在這裡擱淺是志涵的書 對 那為什麼讀這一本 其實是因為我看到了 這一本 總在說晚安後特別想你 對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喜歡志涵的書 因為我覺得他的文字特別的細膩 對 就是很有畫面感 這也是我在寫歌的時候特別想要去做的事情 對 那我也很喜歡志涵在書中會有自己特別的註解 總在說晚安後特別想你 其中有一頁他是寫一個 未光的人 對 那未光的人這一篇的最後他寫說 我以為我像光而生 最後還是活成未光的人 就是他總是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跟情感在裡面 我不會覺得特別難懂 但是又特別的有畫面感 對 那我在這裡擱淺呢 他也有寫了一句我非常喜歡的東西 他看不見自己的好這一篇他有寫到 飛蛾撲火的時候是不是也盼望過火的溫柔 對 他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在書籍裡面 對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樣 這是我最近在閱讀的書 斷食法這件事情 我一直以來都很想做 在之前有嘗試過 但我覺得自己的定力一直不夠 剛好趁疫情這段期間 就是下定決心一定要做到這件事情 想要下定決心的原因 其實是想讓自己更健康 然後可能在表演在舞台上面 有更好的體態跟體力這樣子 我吃的東西主要都是以雞胸肉 然後花椰菜 做一點簡單的調味 不喝含糖的飲料 對 然後盡量少吃澱粉 一定有很多很困難的時候 不過我覺得 給自己一個目標吧 就是我一直想要讓自己更健康 也是慢慢來我也不是一直很急的就做到 進行了兩個多月吧 對 然後瘦了 12 13公斤左右 對 那自己也覺得自己變得很健康 記得要大量的喝水 可以身體排座 那這是我對斷食法的一些小小經驗 買了現成的育園 已經有補齒好感觸 真的嗎 那麼乾燥 我這是好傷情 謝謝 我們來拍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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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嘗試 烤試 接下來就是我的工作室 那平常會花蠻多時間在這個地方 想一些音樂的東西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去做調整 例如我的效果器上面的調整 音色的調整 然後會寫寫歌 把一些想法錄在電腦裡面 看有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放在之後的演出上面 那我偶爾也會自拍一下 就是錄影下來自己的樣子 那就是看可不可以在之後的演出上面 可以做一些手法指法上面的調整 就是這樣子 對 就會花蠻長的時間在這上面 嗨 這是我們防疫在家的一天 沒錯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你們平常 防疫在家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在家這段期間希望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充實自己 比如說把自己的家裡變乾淨或變漂亮 也可以讓自己的身體更健康 對 雖然現在是微解封的階段 但是希望大家還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安全 然後要勤洗手 戴口罩 那你不知會有一些活動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關注我們這樣子 那期待跟大家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